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这题呢 我们是利用弹簧的弹性位能 换成动能 弹性位能或称为弹力位能都可以 然后我们要换成动能 前面我们介绍的弹性位能 其实就是把弹簧压缩或拉长 让它形变 那形变的过程中弹力会做功 那你可以把弹力的做功 用另外一个观点来描述 那就是弹力位能的储存与释放 那今天就是要把弹力位能换成动能 它说有一个弹簧枪是禁止的 光滑水平地面就是代表不考虑摩擦力 那将质量为0.2公斤的钢珠 以相对于地面为每秒4公尺的水平速度射出 那发射的能量完全由理想弹簧提供 弹簧的弹性长数是2.4乘以10的三次方 牛顿除以公尺 意思是说每拉长一公尺或压缩一公尺 所需要的力量就是2400牛顿 装钢珠前的弹簧枪质量是一公斤 这样子 好那请问一开始要发射钢珠时 弹簧被压缩的长度是多少 好那今天就是有一个弹簧枪 然后他被压缩 他被压缩了 这个话不太好 我们什么话 他被压缩 压缩之后放了一个钢珠 那再把他射出之后 弹簧枪本身往后退 那钢珠往前进 这样子 那钢珠的速度是每秒4公尺 但他的质量是0.2公斤 弹簧车的质量是1.0公斤 但不知道速度是多少 好那这两个物体这两个物体的动能 是由弹簧的弹性位能换来的 所以是可以这样子劣势 发射前的动能加位能 就要等于发射后的动能加位能 那发射前的动能就是0 因为是静止 不动 发射前的位能就是我们前面影片 所介绍的弹性位能 这个一个式就是形变量 也是题目所要求的 那后来呢 后来回复原厂了 所以后来的位能是0 那重点在于我们这里的动能呢 是有车子的弹簧枪的动能 以及钢珠的动能 因为两个都有在动 两个都有在动 所以动能就要包含这两个物体 那就可以把它写为 2分之1m珠子的质量 去乘上珠子的速度 平方 再加上2分之1m 弹簧枪的质量 去乘上弹簧枪的速度 那这里呢 我们其实只知道珠子的速度而已 对不对 珠子的速度题目说是4 那我们不知道枪的速度 那这里就需要用到上学2-1 1-1-2的部分 关于动量守恒 如果你想要知道弹簧枪的速度的话 需要回忆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个系统没有合力是 如果一个系统的合力是0 没有外力 跟外力没有合力的作用 那它的系统总动量会守恒 这个请看1-1-2的部分 那今天呢 发射前的总动量呢 就等于发射后的总动量 发射前的总动量 车子 枪 弹簧枪的动量 以及 珠子的动量 加总就会等于发射后的枪的动量 再加珠子的动量 那还记得动量吗 p-mv 这就是动量 如果不熟悉 请回去看1-1-2 好 那么 这个枪 它的一开始是静止 所以速度为0 动量就是0 那我们的珠子一开始呢 也是静止 所以动量也是0 后来呢 枪的动量 是 枪的质量 去乘上 枪的速度 再去加上 珠子的质量 乘上珠子的速度 这么一来 你就可以把枪的速度算出来 珠子的质量0.2 珠子的速度4 枪的质量1.0 那枪的速度就会是 质的0.8 所以 原来枪的速度 速度就是质的0.8 如果以向右为正 代表的是 珠子向右速度为 每秒4公尺 而弹簧枪向左 每秒0.8 每秒0.8公尺向左 所以这里的动能 就可以写出来了 就是1 2 1 2乘上珠子的质量 再乘上珠子的速度 平方 再加上1 2乘上枪的质量1.0 再乘上0.8的平方 这里算起来就会是 前面这一项是16 除以2 再除以5 那也就是1.6 后面这一项会是 0.5乘上0.64 0.32 所以加起来会是 1.92 那这么一来呢 我们的形变量 就是2分之1乘上 我们要怎么算形变量 就是我们 把k带进来 然后算这个x 好 所以呢这个 好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弹性常数 带进来以后 左边这里变成了 1200x平方 右边这里则是1.92 那结果x平方就是 1.92去除以 1.2 再去乘上 10的负3次方 结果会是 1.6 乘上 10的负3次方 也就是 0.16 是0.16 乘上10的负2次方 那0.16的开根号呢 x开根号 就会是0.4 所以它是0.4乘上10的负1次方公尺 所以一开始的压缩量就会是0.04公尺 就是4公分 所以这题它的做法就是把弹性未能换成动能 那记得动能要包含两个物体的动能 因为它们都有被弹簧往外推 那有一点难的是我们必须要回忆之前学过的动量守恒 要学过用之前学过的动量守恒去算出这个枪 弹簧枪的数率 那这样才可以去算最后的动能